第六百三十九章 鳳爪 阿賢第一眼都不覺得有什麼不妥 但是下意識地轉過來看了一眼 頂!等他逐個節望真點的時候 瞳孔都瞬間擴張 第...第...第六... 唉... 他咬了舌頭 莉莉快追上陳卓 卓...卓真神? 幹什麼啊?對眼射你而已 嘴都捏了嗎? 陳卓就想都不想就疾他 這個時候 柳玲突然想到一些東西 卓真神啊 金雞頭我們要拿回來 他們沒有資格吃啊 陳卓給柳玲提醒 當頭回過神 是啊!卓真神差點忘記了 這些忘恩負義的小人 不配吃卓真神的大禮 卓...卓真神 你...你快點看看吧 阿賢一隻手就狂拍陳卓的手 另外一隻手就遞起 指向第六殿的牌匾 蛇你妹啊 你究竟想說什麼啊? 陳卓一路說 一路好疑惑地轉轉頭 望向牌匾的方向 黃鼠狼是最眼理的了 一眼就受到一些不妥 伸出一隻手很驚惡地指著說 大...大...大...大六殿啊! 馮寶也打了個凸 咦喂...不是...第二殿嗎? 陳卓這個時候 先望向那三個稍微小一點的字 中間的六字 在他眼中就無限擴大 擴大...再擴大 柳玲呢 一心想著那個金雞頭 就繼續說 出生神啊 走吧 我們要搶金雞頭回來啊 陳卓動都不動地站在原地 望著這個時候 覺得很刺眼的牌匾 重重地吞了一口口水 死火 入錯電 打錯人 不是...打錯鬼 整班小夥伴都知道事態嚴重 一起將目光轉向陳卓 陳卓都皺了眉頭 一眼高一眼低地 打量著第六殿的牌匾 沒可能的 卓真神有什麼可能會打錯人呢? 肯定是牌匾掛錯了 肯定是啦 陳卓拼命幫自己解釋 小夥伴就一言不出 他用一手拼一下後腦枕 煩粗就浮現在他的臉上 很明顯 他老作這個理由 連自己都騙不到 接著他很快就收回視線 態度橫橫地說 就算他們沒有掛錯牌匾 那卓真神是來找趙英雄的嘛 他們不單止不跟卓真神說 我找錯地方 還找一個假的趙英雄來騙卓真神 難道他們沒有錯嗎? 總之 要他承認是卓真神錯 就絕對這輩子永遠都沒有可能 柳靈一聽 咦喂 有道理 趕快就複禍 那就是 是他們做錯先 卓真神是後錯的 陳卓聽到 對著他拿來的後腦枕 又試拍了一把 卓真神有什麼錯? 他們不騙卓真神 卓真神怎麼會打他們? 卓真神已經在教訓他們 小鬼、阿賢、黃鼠狼、馮寶他們幾個 就黑口黑面滿頭黑線 好無語地望著陳卓 心想 這個藉口 只有我們卓真神才想得出來 接著那些小夥伴 又很無奈地摸一摸第六電入面的慘況 心又想 希望他們深空廣闊 豁達大盜 寬宏大亮 海立百川 有容奶大 唉 總之就是這樣 不懂得說 柳寧 就完完全全認為是對方的錯 卓真神 那金雞頭就更加不可以讓他們吃 犯錯的人 沒資格吃金雞頭 我去搶回來 講完 他們一步拉開 想要進去搶金雞頭 陳卓一手拉著他的頸 吃吃吃 只懂得吃 第六電的實力這麼弱 卓真神大發慈悲 留給他們 柳寧還想狡辯兩句 陳卓打斷他的說話 馬呢 卓真神的馬呢 值得慶幸的就是 陳卓騎來的馬 沒有牽入第六電 綁在外面的一條木莊那裡 陳卓向著馬走過去 黃鼠狼的小跑跟上 卓真神啊 是不是要回家 回家 回什麼家 卓真神的正事還沒做完呢 陳卓站在馬旁邊 對著馬背那裡 不斷擒又挖 喂 馮寶 過來頂一頂卓真神 馮寶好聽話 走過來 一路講一路託他 卓真神啊 其實馬安呢 有腳登的 過了好久 陳卓先重新騎起他的高頭大馬 挺著腰直一直 要維持著他高高神的形象 黃鼠狼呢 就惡高頭 幾乎惡得平過 卓真神啊 跟雞頭 變成大樂電 我們很難兇手去大義殿 如果前我出去 後恥薄撇 有閃卓真神的威名 要不是 我們先回家 再叫洪寶開千去野鬼村 拿到跟雞頭 大日再去大義殿 現在搞到這麼大鑊 黃鼠狼的心就哩哩 他是想著回去說一聲 蛋二哥聽 人家蛋二哥 到底都是鬼市之主 在鬼界抱了這麼多年 肯定懂得怎麼處理 陳卓都覺得黃鼠狼說得有些道理 嘟你的嘴 皺起唐眉 說 馮寶啊 你的袋裡面 還有什麼好東西吃 馮寶打開袋 在裡面掃出了 吃了一半的朱古力 再看看裡面 朱古力 薯片 棉花糖 可樂 妙脆角 鳳爪 奶油麵包 好多東西 都是吃了一半的 嗯 拿鳳爪出來 好快 馮寶就拿了一隻鳳爪出來 抵給陳卓 陳卓接個獨立包裝的鳳爪 一隻鳳爪會不會小了一點 伸長條頸 看看馮寶的袋 喂 還有沒有 只有這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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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陳卓重複完之後 四圍稍稍 見到小鬼頭頂 扎著頭髮 那條繩就說 小鬼呀 除了你的頭繩給我 小鬼好不情願 我只有這條 回去我叫蛋二弟 多積幾條給你 別這麼囉嗦 給卓真神 小鬼好不情願 解開頭繩 遞了給陳卓 陳卓把頭繩 綁在鳳爪那裡 拿手指一滴 現在卓真神有禮物 不是兇手 講完 還懶有型 拼了一拼 黃鼠狼還想說什麼 柳寧很嫌棄地說 貓細膽又細 你怕的就先回去 陳卓沒管他們 僵繩一拼 嘎 隨著這一聲嘎 又開始了他的搖擺旅程 歡迎收聽 精神病面前 鬼東西算個球 本作品 由廣東唱獨出品 作者 特特套 演播者 不如不見 第六百四十章 欠去 看著陳卓騎著一匹高頭大馬 絕塵移去 黃鼠狼就很無奈的 嘆了一口氣 叫其他小夥伴 趕快跟進去 系統正在重新規劃路線 目標 封刀第二殿 道路訊息再入 目標 小熊 小熊 忘記說 小熊是一頓台名譽 幫著馬起的名字 又不可以 陳卓在馬上東南西北 拼 馬背著他 他的騎著馬 穿過大街小巷 終於在正確的道路上 一無狂奔 跑了很久 又拼了很久 陳卓終於來到一座大殿前面 他伏在馬背上 惡哥的頭 就像上一次看第六電 電門上的牌匾 就形成了蟲影 事關他拼到暈 不過有了上次的經驗 今次陳卓就拼一拼自己的頭 拼起雙眼 認真地看清楚 電門上牌匾的字 楚江王虎 第二殿 江 二 有個二字 那就是第二殿 看完 陳卓就逼一下逼一下 在馬背上滑下來 然後就拼一下 走到第二殿的門口前面 第二殿的大門緊閉 連開門的人都沒有 大門也不像一殿六殿的華麗 只有兩塊紅色的大木板門 連接著電牆 好像一座城仔 陳卓得著鳳爪 來到第二殿的門口 摸到門端 就拼起雙眼 裝在裡面 嘩 這麼密實 看完 他縮著頭回來 抵起手 卓力地在門口裡拍一聲 趙英雄在我家裡 我是卓真神 我來找你 過了一會 一會兒 一會兒 當大門又咬一聲開了 有個陰差 踩了頭出來 誰來的醉鬼啊 這裡是楚江黃虎 還不速速離去 否則 善闖大殿 就按軍發處置 陳卓就看著那個陰差 那個人 身著盔甲 盔甲上 有明顯的畫痕 一看 就是經常和人比武留底的痕跡 陳卓看來 那只是江湖英雄應該有個樣子 誰似第六段,一個能打的都沒有 第二段加分,加了很多分 這位英雄在上是卓真神也 陳卓就像古人一樣拱一拱手 卓真神? 你就是逃了半座金雞嶺山的金雞英雄? 那個音差就很驚訝 正是在上 陳卓就洗在彭牙,無比自豪 而那個音差就顯得有點激動 真是金雞英雄啊 金雞英雄啊,你剛才說要找誰啊 實不相瞞,我們二殿有個規矩 沒有事就不會輕易迎客 如果你是找人,我幫你通傳一聲 你待會可不可以幫我簽個名字啊 陳卓見到小米一點 當堂整個謙虛了 唉,低調低調 黃鼠狼在陳卓後面 惡哥的頭仔心想 唉,二殿的鬼都過不同層上嗎? 人家如果不開門 陳卓成了就打了入開了 你都二殿這裡偏偏轉線嗎? 卓真神要找的是趙英雄啊 趙英雄啊? 金雞英雄說的 是不是居雲士的趙毅趙居雲啊? 啊,正是,正是啊 啊,那卓真神你走等一會兒 我馬上去通傳啊 好吧,你去吧 慢慢跑啊 卓真神不急啊 陳卓不知道怎麼鬼 好爽快 禮貌這件事 他什麼時候撿回來的? 很快的陰差就消失在門後面 我們陳卓就在第二殿的門口那裡 等啊等,等啊等 時不時還要撥到門口那裡裝一裝 奈何洞門太厚 除了黑的黑的黑就什麼都看不見了 等待裡面 首先最沒耐性的反而是柳寧 搞錯啊,過了那麼久了 還不出來拜見卓真神 乾脆我們打進去好過啦 黃鼠狼聽到嚇到整隻彈起 眼白白看著陳卓已經得罪了第六殿 第二殿千萬絕對不可以再得罪了 誰知道他還沒出聲 陳卓就轉身,抵高隻腳 一腳伸到屁股 一日到黑就只會打打殺殺 一些江湖氣概都沒有 江湖中人除了刀劍 最重要的是要以得服人啊 柳寧被陳卓伸到整個飛開了 很委屈地躲回隊伍後面 幸好這個時候 第二殿的門打開了 不過就沒有全部開了 開了大概一米闊 門入面 除了之前見過的陰差之外 還有陳卓焦絲霧上的趙英雄 是否被判斂的 有機場 不懂得到 有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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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機場